很长 但是没有脚 我们看到龙呢 还有脚 这龙是解释是没有足 但是它有神力 有什么神力呢 它能得到一滴水 就能够在天下 这个散步洪流 一滴水就能变化出很多雨水 这个洪流 第三是叶叉 叶叉呢 翻译名很多 有能淡鬼 结极鬼 淡食血肉 结极就是动作非常快 动作快经文上都描写什么呢 这个鬼啊 动作快 比如说有一个大力士 有四个大力士 朝四个 就背对背 站在一起 朝四个方向 同时射箭 这个在百米开外 这个结极鬼啊 这个这个结极鬼 它就能够百米开外 开外 它四个方向 就是这个转着跑啊 就能够把这个大力士射出的箭呢 同时接到啊 表示它的速度非常快啊 一种箭或者秘密或者十恶 它翻译有很多 当然这个叶叉鬼啊 有些是地居的 有些在虚空当中 这个 就飞行的 有些是天叶叉 在天上 这个 这个被天人指使 奴役的啊 叶叉 钱达婆 钱达婆呢 他是 这个地式天的 为地式天作乐的天神 他是做 为地式天作俗乐的天神 但后面呢 还有为地式天作法乐的天神 做俗乐的天神呢 这个钱达婆 他平常住在石宝山中 这个天人呢 他需要想听音乐的时候呢 这个钱达婆身上 就自然显出象状 这个不用打电话 自然显出象状 他就知道地式天要听音乐了 他就指使上升到天上去 这个钱达婆的音乐 他还是做的比较 比较好 对 所以是当时经文上呢 钱达婆为佛来奏乐 来赞活 赞活的时候呢 三千世纪大千世界 都同时震动 都是音声这么美妙 当时摩合加塞 他都有点听着音乐 有点这个心不能够宁定 开始有点想动的这种意思了 不安其坐 说明这个音声呢 就是非常的美妙 这个世间呢 我们都是最多听过 听说有绕梁三日的 还没听说有三千大千世界 也为是同时震动的啊 这个音声还是非常美妙啊 但是总之还是动到人的心念啊 他都不是宁定的正音的 他都是散乱的音啊 乃至赞活也是如此啊 啊 即使 这个钱达婆 他有奏天乐的这种职能 第二呢 还对钱达婆 他有寻相的这种含义 啊 钱达婆这种 这个众生呢 乐神呢 他是平时不吃 这个 酒肉啊 粮食 他不吃这些东西的 啊 他就是寻 寻找香气 你这个香气 吃这个香气 自然就身体饱满 啊 可以滋养他的色身 所以他叫寻香 同时呢 他的身体自然散发出香气来 啊 所以说这个啊 这个叫香神 又称香神 啊 呃 钱达婆他还有一种功能 他就是能够幻化出城市啊 楼阁呀 人物啊 山川的大地 种种景物 他能够幻化出这种景物 令别人来观看啊 啊 别人以为呢 好像是真实境界 实际上都是钱达婆所变化来出来的啊 所以说他变化出的这种景观呢 就称之为钱达婆城啊 就是包括我们呃 在海上空气当中所显现的海市蜃楼啊 啊 这个好像是盛气所成的 实际上他应该都是钱达婆所变化的啊 城市啊 这是钱达婆 还有阿修罗 阿修罗呢 呃 我们接触的比较多 他是六道之一啊 他一约无端啊 就是容貌非常丑陋啊 不端正 但是呢 只是男众啊 比较比较丑陋 女众呢 又非常端正 呃 又翻译叫无酒啊 钱达婆翻译叫无酒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生命当中 他没有喝酒的这种啊 这种这个报啊 夜报没有啊 他采在四天下采花呀 采花之后在大海底进行酿造啊 由于这个业力的因缘呢 就酿造了很久 这个味道都不变 都不能成为酒啊 所以钱达婆就非常嗔恨 又就发誓 呃 再也不喝酒了啊 这是无酒 还一约非天啊 这个非天 不是天 他的果报呢 像天一样 但是他不是天人啊 就是因为他呃 好斗 好战 没有天人的德行啊 呃 呃 前达婆 这个阿修罗 居居居的地方 呃 或者在海边 和海底 或者须弥山的半山腰的石洞里面 石窟里面 这是阿修罗 呃 第六是加罗罗 加罗罗呢 就是大鹏金翅鸟啊 就是金翅鸟啊 这个金翅鸟啊 这个身体非常大啊 他在四天下的大树上 居这个站立居住啊 这个两个翅张开呢 呃 能有三百三十六万里 呃 三百三十六万里 那就是想象都想不清楚了啊 就非常庞大的一个大鸟 所以说在动物道里面 这个那个大鹏 这个金翅鸟啊 是最大的啊 金翅鸟是最大的一个动物啊 不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海里的鲸鱼啊 不是这些啊 金翅鸟 它是最大的啊 两只张开三百三十六万里 呃 员福提 我们整个南瞻部州员福提啊 他这个脚放下来 只能放他一个脚啊 只能容他一个脚 这是这个大风 这个金翅鸟啊 呃 金翅鸟 他的饮食呢 他就是每天就是吃龙啊 我们都是龙了 感觉龙是天下最 这个这个动物道里 这个果报最殊胜的一种动物了 啊 但是他比金翅鸟比龙还要这个这个在生物链上还更高一层啊 他就吃龙为为饮食啊 每天就要吃一个大龙王和五百个小龙啊 就每天寻着四千下转 周而不始到底去去去寻找龙来吃啊 看到龙之后有两翅膀一扇 那个大海就马上波浪 全部啊 全部这个水就是就是分开啊 海底的那个龙宫啊 龙啊 就就被呃 全都漏出来了啊 他在吃龙的时候呢 也是 他是鸟嘛 先把龙啊 放到这个嘴里素子里面啊 嘴下面有素子啊 放到素子里面 等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再吐出来 呃 在这个把把这个龙吃掉 啊 再吐出来的时候呢 龙还活着啊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啊 等最后到这个鸟 这个寿命快终了的时候啊 这时候呢 再想吃东西就吃不了了 他就发现这个所有的龙啊 都在吐毒啊 就都是在吐毒气啊 这时候他就不敢吃了啊 由于饥饿的火呀 这个逼迫啊 使他呢 这个从山上 这个耸身翅膀啊 这个往下头 一直这个 这个坠落到风 风轮迹啊 到风轮迹呢 被风所吹 然后又吹到山顶 从山顶呢 又往下头身啊 这样是往返 有七次 最后没有驻足的地方 然后最后在金刚轮山顶上 就命中啊 命中呢 由于吃龙吃太多了 毒气也就开始 焚身 把自己就给烧了啊 这个熊熊烈火 这个南陀龙王呢 就怕把这个宝山给烧掉 就开始下大雨来灭火 啊 最后呢 那个雨啊 都像车轴一样 雨滴像车轴一样大 最后把火也灭了 啊 这个身肉也消散 啊 这个金翅鸟的肉 已经是烧完了 啊 只有心还在 啊 是这个心呢 是也是青琉璃色 啊 这个伦王和地势天 都拿他的心 来作为他的宝 啊 珍宝 这是 这个加罗罗啊 金翅鸟啊 这都也是拔布之一啊 还有锦纳罗 锦纳罗呢 就是地识天的啊 法月啊 做法月的神 也住在石宝山当中 这个锦纳罗呢 他这个长得 呃 这个像人一样 但是头上呢 有脚 啊 所以说人见到锦纳罗之后呢 就会怀疑 是人呢 啊 还是不是人呢 人就会有这种怀疑 所以对他的名字翻译呢 也翻译成人非人 啊 所以我们看到人非人的时候呢 不一定就是指人和非人啊 使人非人本身就是指锦纳罗 是疑神 令人怀疑啊 还有在锦纳罗呢 虽然长得像人 他他他男男中呢 他还是头呢 更像马 头部像马 啊 这个身体是人的身体 啊 善于歌 女众呢 就善于呃 跳舞啊 当然的前达这个 呃 锦纳 呃 锦纳罗的他的女 这个女子呢 多数都是嫁给啊 前达婆为妻啊 第八种呢 是魔侯罗切 魔侯罗切呢 是指大蟒神啊 这个人身 蛇手啊 头部是蛇 身体是人身 啊 就像我们 这个古代所所传的啊 福西女娲啊 啊 这个女娲呢 正好相反 是人头 蛇身 啊 是这个啊 不一定准确啊 啊 在这儿 魔侯罗切 是人的啊 身体 蛇的头啊 这是天龙八部的一种解释 第二种对天龙八部的解释呢 就是指四千王天啊 他们各自领着两 领着两部鬼神众啊 这个东方十国天王 领着前达婆及皮射蛇 这两部啊 呃 皮射蛇呢 也是指淡精气鬼 南方增长天王呢 领着这个 这个纠盘图及碧利多啊 纠盘图呢 翻译就是燕内鬼啊 或者淡精气鬼 又翻译为东瓜鬼啊 啊 所以说叫东瓜鬼呢 是因为这个中 这个纠盘图呢 他的 这个阴囊的相状 像东瓜一样啊 他走的时候呢 他很大 他就扛在肩膀上走 啊 坐的时候呢 就作为坐凳一样 在坐坐在上面 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状态呢 太地恶了啊 太粗 太粗略了啊 所以说叫这个东瓜鬼啊 皮尼多啊 是成为恶鬼 所以在所有的鬼里面 是最果报最低劣的 比利多 西方广木天王 带领龙和富龙纳多 这两部鬼神 北方多文天王 带着夜叉和罗叉啊 这个两部众生 两部鬼神 这样呢 就是四个天王 各带两部 这叫八部鬼神 金刚神啊 就称直金刚神 他是金刚立士啊 手手里拿了金刚杵 啊 随士在佛的两边 啊 这个随士佛啊 变化人 变化人呢 他是指天龙 等这个鬼神 他所变化成人形 变化成人形 为变化人 下面说 淡解法师与禁寿得戒 啊 这个说 说这个 这个福德大戒 摄受的根基呢 非常广泛 以上罗列了 这个这个展示了这么多种类的众生啊 都可以来求受福德戒啊 只要你能够听懂法师啊 讲啊 这个戒啊 只要能听懂听懂语言啊 他就都可以来受戒啊 设计非常广谱啊 第一进行简则 简则呢 就减去他啊 不结语的人 只要你不结语 你就谈不上发福气心啊 你即使这个能够发福气心 你如果不解啊 这个法师所讲的法啊 你不理解 那么也不能如法的去受受 就是要简则一下啊 这个呃 只要不结语啊 把不结语的简则掉啊 第二呢 还有不简则的啊 这个只要能结语啊 你不论是什么种类 什么族群 都没有关系 六道当中 哪一道都行啊 因为他们都具有佛性啊 这是不简 那么总结呢 就是只要结语都可以受戒啊 只要如果不收不不结语 那既然即使受也不得戒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结语呢 一个是他对这种语言要能够听懂啊 那这个如果不是一道的众生 他对你们这道的众生的 对人道的众生的这种 这个这个语言听不懂 那肯定没没办法 如果说是这个 他虽然是人道的众生呢 但是他你说的是方言 啊 他他这个这个 啊 跟你是另外一个地方 语言不通 也是不能听懂 啊 或者你说的是 这个这个文言啊 古文啊 他这个理解呢 只能理解白话文 现代语言啊 还是听不懂你说的古语啊 所以说还是啊 不结语啊 所以这个障碍呢 语言障碍有很多种 总之呢 一定要听懂啊 所以从这个角来说 受戒的人 要尽量的用大家能听懂的语言来说 啊 这个像求戒的人 先搞清楚法师讲话的口音 啊 这个明白他在说什么 嗯 然后才好听懂 所以只要受了这个戒 啊 这个不论你以前是什么身份 你是六招当中 是贵族身份 还是建族身份 不是不管你什么身份 受了这个戒之后 都是叫做第一清净者 啊 算清净还还不 还这个啊 还不行 还有第一清净者 所以说是你未受戒前 还荣有敬慧差别不等 一受此戒 咸诚最上法戒 基固皆明第一清净也 啊 受戒之前 那有敬有慧 种种差别不一样 只要一受这个戒 啊 那你都叫最上的法戒 都是第一清净 所以说你是即使受大戒 受大戒之前 身份有高贵 有低贱 有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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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 受戒之后呢 可能还有烦恼 中的众生 啊 那不可能不可能 受一受戒之后 马上就会对烦恼灭了 哎 不可能 所以说你受完戒之后 即使烦恼还深重 在众生眼里呢 你还你就是烦恼 众生 啊 就在佛眼里 你就是第一清净者 啊 你没有受大戒 反过来说你没有受这大戒 你是被被人称为是道德君子 很有道德 很有修养 世间人都很这个赞叹你 但是在佛眼里 还是如同牧师无心 名为畜生 啊 所以说这个观点之见呢 要同佛一样去 呃 这个建立之见 啊 不是用凡夫的心来 你看人家道德多好啊 你看人家也不怕提气 人修养多高啊 但是在佛眼里呢 叫牧师无心 啊 名为畜生 啊 你看他那个烦恼皮很重 呃 皮很差 但是他受了大戒了 啊 他花了胡迪心 时间受受大戒了 烦恼再重 他就在佛眼里就叫 第一清净者 啊 那这样对前面的 呃 这个 文字呢 都进行一番 呃 开解 下面正式进入 这个十重四十八星的 呃 是戒法 看经文 佛告诸佛子言 有十重波罗提姆差 若受菩萨戒 不送此戒者 非菩萨 非佛种子 我亦如是送 一切菩萨以学 一切菩萨 当学 一切菩萨心学 以略说菩萨 波罗提姆差 相貌 应当学 静心奉持 啊 先看这一段 首先呢 先啊 这个把十重波罗提姆差 十戒 先指出来 然后其次呢 再啊 这个劝 读诵 奉持 啊 再劝导 读诵奉持 有十重波罗提姆差 啊 波罗提姆差呢 就叫别解脱 或者叫保解脱 啊 这个保证解脱 只要受持这个戒 啊 就保证你一定从生死轮回当中 这种苦痛当初苦痛当中解脱出来 一定获得解脱的果啊 两重含义啊 这个如果犯了呢 就会勇气在佛法大海那之边外啊 如果持那就保证你一定会解脱 这叫波罗提姆差啊 有十重波罗提姆差 如果受了菩萨戒 不诵这个戒啊 不读诵这个戒 那先不说你犯这个戒啊 你只要不诵这个戒 那你就是不是菩萨 非菩萨啊 不是佛种子 啊 这个 我也 佛说呢 我也如是诵 所以说包括啊 这个以学当学金学 三世菩萨都应该如此学其学 啊 合著说 既受虚诵 诵则 读词 知犯 知重 知青知重 知善护持 不诵 则日就遗忘 现在是菩萨之位 将来吃 成佛之种 甚明 其不可不诵也 啊 啊 合著说呢 既然啊 这个既然受了啊 就应该来读诵 啊 你就读诵 才会知道啊 是如何是持戒 如何是犯戒 啊 你才知道 犯的轻犯的重 你才知道 要善加互持 啊 如果不诵呢 时间久了就会忘掉 啊 慢慢的那种 那种持戒心呢 也会淡化 啊 由于忘掉淡化 自然就会 这个会破戒律 啊 离破戒就不远了 你 你持戒心越来越弱 那你就持 离破戒 就是自然就不远 啊 这样呢 就会 现在呢 就会失去 菩萨的位 啊 这个就是世界体啊 你就不是菩萨了 是菩萨之位 所以将来而言呢 你是成活的种子 就失去了 啊 所以说通过这些呢 来 这个 因为大家明了 然后戒呢 受戒之后 不可以不送 一定要送啊 前面劝送 现在又劝送 这正显这个呃 送戒太重要了 啊 所以说一定要送戒啊 呃 这个我们呃 通常呢 是半月半月送戒 但是如果说 对戒律更加的 这个重视 那每天都送 都可以 那周月六十 读送 都可以 那就更好了 啊 呃 长送 还是这个 能得到 这个戒的这种 加持力 使你这个持续的心呢 日益坚固 啊 你的戒体呢 也日益 这个 呃 这个增上 其中呢 呃 第一 说的是不送 你就是不是菩萨 不是佛子 啊 不合佛种 是佛种 第二呢 又说 佛也如是送 啊 佛都如是送 那无可况我们 这些凡夫呢 第三呢 呃 告诉你 呃 过去的菩萨 现在的菩萨 未来的菩萨 啊 三世菩萨都应该如此 呃 都应该如此学 也就是都应该常常来送戏 啊 从这三点 呃 又再次进行劝导 啊 还是应该送戒 啊 呃 已经 略说菩萨 佛罗提姆他的相貌 啊 所以说应当学 相貌者 戒虽无形 由持贩而表示 广记 十重四十八卿 略说 既是 孝顺 啊 这个对着 波罗提姆叉的相貌呢 戒虽然是没有形象的 但是他借助 种种的持贩 这种相状呢 来表示啊 所以是还有他的相貌 从广义上来说呢 十重四十八 就是菩萨 戒的相貌 啊 这个从略 啊 就简略来说 孝顺 就是菩萨 就是 波罗提姆叉的相貌 啊 所以最后 总结 就叫 静心奉持 啊 如果说 对这个菩萨大戒 不能静心奉持 那就不是孝顺了 我们说 要孝顺三宝啊 啊 静心奉持 他就是 孝顺三宝 啊 所以要以大恭敬之心啊 这是敬心 奉呢 就像尊尊奉皇上 呃 这个 的命令一样 皇上的圣旨一样 这叫奉旨啊 啊 奉上之命 尊奉啊 尊奉到这个命之后呢 要直迟在怀 啊 直迟在怀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散漫 嗯 生罢啊 遗失了 损伤了 我这个无上大戒 啊 所以就是这个 啊 静心奉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